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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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耻 愿解如来真实义 普贤恨愿品 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请翻到讲义第八面 下半段的这个地方 我们接着看到更次的是忏悔业障 这是十道印王当中的第四个忏悔业障 先说明这个忏悔业障跟前面的关系 前面我们修通过礼尽诸佛 称赞如来广须共养 透过身口意三叶来修皈依的这个目的 就是希望得到佛菩萨的加持 能够灭罪 能够生善 所以皈依是一切善法 生起的基础 那有了皈依的心之后 或者这个皈依的量生起了之后 接着首先是忏悔 忏悔过去的业 同时在生善之前 也应当要先忏悔 就像这个杯子 你要在里面装甘露水 一定要把杯子先洗干净 不然的话 这个原本是甘露水 那杯子脏了 装进去 也变成这个不清净的水了 所以忏悔业障 对于修行人来说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谓这个忏悔 这个忏是越来越过去的 毁的越来越来越过去的 就是说忏就是忏罪 过去所造的罪业 我们透过各式各样的方法 忏悔心 然后各式各样的仪鬼方法 将过去所造的罪业忏除 那么这个就是忏 忏呢 这叫回往 毁的话就是说 对于未来 未来的事情 旁的事情不再造 那这个就称之为毁 毁其后过 忏悔前一切 毁其后过 好 那 有忏悔心 才能够忏悔 那这个很重要 好 我们看到这个忏悔 一个这样的 这个修行的方法 菩萨自念我与过去无始劫中 有贪嗔痴 发生口意 做出恶业 无量无边 若是恶业 有体向着 尽是空界 不能融受 好 这个先举所颤 好 所颤就是所颤的这个 获一苦的这个三丈 为什么会造这么多的罪业呢 去无始劫中 无量的生命当中 有贪嗔痴 这个是业因 然后发动这个身口意 比如说我们今天 看到这个财 或者男女色 起贪 或者起嗔 起嗔 或者起吃 那因此呢 发动这个身口 还有这个意业 发动身口去造作 发动异业 是不断不断的去 攀缘乱想 因此呢 就会造作种种的恶业 这个就是过去 过去无始劫来 乃至今生 都是这样子的 底下说 显多就是无量无边 我们所造的这个罪业 累积的罪业 它是无量无边的 那底下举个批语 就是说 假设这个罪业 它要体向的话 整个虚空有不能容受 为什么我们会一再强调 忏悔业障呢 因为当我们去不断 不断观察我们的起心动念 和不断地观察我们 所造的 身口意所造的业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真的就像经典所说的 这个做的 所造的恶业 无量无边 不要说过去生 今生 没有学佛以前 真的学了佛之后 念念之间 往往就跟谈人之相应 如果没有特别 如理作业的时候 我们往往随着习气 看到顺境就起贪 看到逆境就起撑 甚至顺境逆境 没有现前的时候 内心痴心妄想一大堆 这是我们凡夫的状态 所以为什么要不断地 强调如理作业 那但是不是每个人 都能够常常如理作业 尤其像在现在这种 摄恶上的环境 更是困难 大多数的环境 都是会影响我们的心 使我们的心 会做不如理作业 其谈生痴 所以纵然学了佛之后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 恶意也稀奇 所以必须要畅恶 学了佛之后尚且如此 何况没有学佛前 何况无始节来的恶业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 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 总觉得有 比如说道理也学了很多 或者也是很努力地在修行 用功 但是总觉得好像 总是隔了一层 或者有时候隔了好几层 就没有办法气入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你要修 就是修忏和业障 就像我有个师兄 他过去也是修净土法门 因为我们一学 刚开始学佛都是亲近连一识 当然学了也是净土法门 理论上 他说理论上他也相信 但是没有决受 他怎么办呢 他就拜颤 他就是闭关了 拜颤 然后拜阿弥陀佛 两百万拜 然后又拜观世音菩萨 一两百万拜 他说经过这样 像这种强大加行之后 他在看那个 净土法门的经论 开始 这个时候就有很深刻的感觉 那过去因为 有这个障碍存在 所以道理上 理论上知道 也能接受 但是没有感觉 这个时候说 透过忏悔 然后他就 就有很深刻的觉受 真正的相信 所以忏悔业障 对于我们这个 修行人来说 很重要 这个是所忏的境界 他看到人儿的 辩忏 忏相 我今夕以 清净三叶 片于法界 几位尘畅 一切诸佛菩萨众贤 诚心忏悔 后不复躁 横柱境界 一切功德 好 这个时候 明掺业 这个聚 这个必须要具备什么呢 清净的三叶 深叶 口叶 一叶都清净 比如说你要修掺 在佛行拜掺的时候 这个身 一定要端正 然后 这个穿 干净的衣服 口叶 口叶 就是念诵的佛号 或者念诵的 这个忏悔的遗轨 比如说八十八佛 大悲掺 按照这个遗轨来送面 这是清净的口叶 那当然最主要的 就是清净的 这个意念 清净的意念 什么呢 就是 这个总的来说 就是一种 浅诚共进的心 分开来说 就是第一个 惭愧心 第二个 求加持的心 这我师父老人家说 唱歌当中 有这两个重要的心 第一个 惭愧心 就是说我们在 拜佛之前 你要在佛前 彻底发露 我们的过失 我们的罪业 而且 最好是明确一点 比如说 我拜八十八佛之前 我先发露 弟子摩甲 过去生 乃至今生 什么样的罪业习气 特别的重 一点两点 点都不要超过三点 特别针对了 这个重要的 这个部分 去忏悔 去求佛加持 那这个 在佛前 彻底发露 不敢复长 那再来呢 第二个阶段 就转过来 求加持 我们这个罪业 这么深重 习气这么重 无量无边 靠我个人的力量 这个对峙习气 如理作意 很困难 因为 善根太浅薄 而相对的环境 太过恶劣了 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要颤除 很难 怎么办呢 求加持 求 这个 你所礼拜的 境界的加持 比如说 拜八十八佛 当然就是 这个 八十八佛的加持 那你先拜大悲善 当然是 观音菩萨的加持 那你拜法华经 普贤菩萨 或者这个加持 这个就是 这个 求加持 先发入忏悔 惭愧心 发入忏悔 记得求加持 那 这个 至于广说的话 有十种心 各位有机会可以看 那个 智德大师写的 小指观有 忏悔的时候 一直十种心 那讲得更 更广 更清楚 那基本上 你就记得两个 发入 这个 这种 惭愧忏悔的心 第二个 就是求加持的心 这个就是清净的 三页 那 接着观察 明所对境 骗于法界 几位神杀 依主佛菩萨 众前 曾经忏悔 为什么 我们忏悔的 忏悔的 这个对象 就是说 接受你忏悔的 这个对象 为什么必须是 法界 众生呢 所以所谓 这个一切 诸佛菩萨 众前 曾经忏悔 那这个当然 包括十方 包括三世 过去现在未来 一切诸佛菩萨 所以说 总说的 总说的就是 一切 众生 来忏悔 为什么也要 你说 忏悔的境界 为什么要这么广呢 可以从事 跟理 这两方面来说 从事上来讲 因为过去 这些众生 法界众生 都是我们造罪的境界 就像我们 在受三规律的时候 我们不是要观想 面对 实法界 有情无情 断恶 修缠 度众生 因为过去 实法界的 有情无情 都是我们造罪的境界 所以我们今天 要纳受戒体 反过来 在这个境界上当中 要来断恶 修缠 度众生 持戒 所以忏悔的话 过去这些 实法界的众生 都是我们所造罪的境界 现在反过来 这是我们 应当 唱和的时候 所面对的境界 所以 要面对 十方三四 几乎的 尘差 一切诸佛 不差 从前 曾经 忏悔 然后呢 就 道理上来说 我们观察 这个法界 观察这个法界 以这个法界观的智慧 观察法界的时候 那 心入于法界 那这个时候 从四颤的心 转成 理颤的心 所谓 所谓观察法界 就是说 就像前面 一再讲的 于一为尘 于一为尘 见宝王上 所以作为尘 你转大法轮 知道 佛与佛 众生与众生 佛与众生 之间 都是互含互设 所以呢 我们今天 比如说我们今天礼拜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当中就含设着 这个十方的诸佛 乃至十方的众生 这个 这个清净法身 都含设在内 所以我们面对阿弥陀佛 来礼拜 来求忏悔 那等于也是 面对十方的一切众生 求忏悔 然后我们再面对 这个阿弥陀佛 求加持 等于是面对 十方诸佛 求加持 那这个 这个就是入于理观 这个法界观 事实外的法界观 所以呢 所谓的清净三叶 除了刚刚讲的 忏悔心 忏悔心 求加持的心之外 的事项上之外 更进一步的 讲到更深入的 就是理观 观察 这个 观察这个 这个 佛与佛 佛与众生 互含互设 各个作片法界 那这个是就着 约的所颤的 静静来说的 这个理观 那如果 如果约的这个 罪业本身 观罪性空 那这个也是 清净三叶 那这个地方是讲到 重点 这个地方的重点 讲到就是 面对的境界 是互寒互设的 使法界的一切众生 那发起 虔诚公信 心能的忏悔 依着仪轨 这个大悲忏 八十八佛 种种的仪轨 来忏悔 或不复照 未来永远 助于境界的 一切功德 再看新三的总结 如是虚空借静 众生借静 众生夜静 众生烦恼静 我颤乃静 而虚空借乃至众生 烦恼不可静过 我只忏悔 无有从静 念念将去 无有间断 甚于一眼 无有闭眼 各位看 这个忏悔的 这个法门 是一直修到什么 修到成佛为止 你看 十道愿王 是普贤 菩萨 为华严海会的 都是法政大事 乃是善害同志 证明的等觉菩萨 为他们说的法门 也就是说 到等觉菩萨 都还要修忏悔 所以修忏悔的法门 不是说 我今天初学佛 我罪业很重 我修行不得力 我才要忏悔 不是的 当然初学佛 更是需要忏悔的 但这个忏悔 这个法 它是 它是 越忏越维系 越忏越维系 刚刚只是忏悔 出众的贪生痴 杀到淫妄 然后这方面 业 忏悔清静的时候 慢慢忏悔 这个凡复 着于有 更进一步的忏悔 二圣着于空 那么更进一步的忏悔 菩萨 不能入狱 不能常常抑郁中道 所以 它这个忏悔的 忏悔的这个境界 是越来越维系 越来越维系的 所以 这个忏悔是 静悔来寄 到成佛为止 必须要修的 所以我们现在 如果各位的课程里面 每天的课程里面 没有安排忏悔的课程的话 那应当要安排 这个非常的重要 我们就不再细说 再来看到 庚悔的是 随喜功德 随喜功德就是说 随着他人所生成的善业 而人类心欢喜 这个叫欢喜 欢喜 随喜他人的功德 这个叫随喜功德 所以随喜的境界 一定是对方的善业 不像现在随便说 这个也随喜 那个也随喜 有的还不是善业 也在随喜 不是的 对方真正的 从人天到二圣 到佛菩萨的善业 我们这样子 随喜 当然广的 我们底下会讲到 随喜有它的更广的意义 使法界的众生的善 都能随喜 但不管怎么样广 我们随喜是善的那部分 另外呢 这个随喜功德 它也是忏悔的别意 别意就是说 它也可以说是忏悔的一个分支 为什么呢 忏悔嫉妒 就像以前 我们在佛学的时候 达公长老说 我们看到别人 做得别人好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都会说 这有什么了不起 忏悚 会说这有什么了不起 达公说 因为你起不了 才说别人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我们自己不行 在忏悚人家 别人没什么了不起 那忏悚有什么坏处呢 当然忏悚本身 它就是障道 就是烦恼 起码障道 那更重要的呢 这个忌妒 就障碍你 你跟这个法 之间的善缘 比如说有的人 他一天能够拜 一千拜 你觉得说 这有什么了不起 他也没些经论 什么都不懂 这样就是拜 或许客观的来讲 你讲的也有几分道理 但是你这样子 不随喜的时候 甚至对这个 日刻千拜 这个事情觉得 没什么大不了 就障碍你 修这个法的未来的因缘 你未来如果真的 真的难听 觉悟了 想日刻千拜的时候 就会有障碍 所以像比如说 各位在学什么经论 或学什么法 修什么法门 有障碍的时候 有可能过去就是 看了人家在修的时候 觉得就说 有什么了不起 然后这个时候就 种下一个障碍的因缘 这个时候 我们前面讲忏悔 业障 要忏悔 就是有时候有人听经 这头脑就觉得好像不太清楚 但是这个想着世间法 炒股票 头脑很清楚 这是业障 这个就是要多忏悔业障 好 所以忏悔这种过去嫉妒 因为嫉妒会脏道 所以这个随喜功德 也是忏悔的一个别致 那相反的 你能够常常随喜他人的功德 有很大的好处 第一个 他人的功德 你也可以得到 有时候可能得到部分 有时候可以得到全部 就像过去现在 因果经里面说 若有贫穷人 无财可布施 见他修布施 而生随喜心 随喜之福报 与师等无益 就是说 你贫穷 你没有钱布施 然后不要嫉妒说 这个人没什么了不起 你别这么想 你要想说 他能布施太好太好了 你真的内心 由衷的称取 欢喜心的时候 他的布施的功德 你就可以得到 跟他布施的功德 一样的功德 这是过去 现在因果经里面说的 说是说一样 但有的经典是说 得到一部分的功德 但是就算不是全部 得到一部分的功德 那也是非常殊胜 因为我们每个人 能力有限 你不可能福报又大 又聪明 又能够办事 然后身上又庄严 声音又好听 各式各样的优点 全部集合在一身 很难 每一个人都有 他的优点 也有他的短处 那么我们的短处 但是别人 是别人优点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赞叹 赞叹的时候 透过赞叹的法门 虽然你今生 没有这个能力去修 或者修的没有太好 但是透过你的赞叹 一方面跟这个法界善言 比如说我赞叹他 日刻千拜 了不起 这有重的赞叹 不是嘴巴讲的 真正的赞叹 你这个时候 一方面跟这个法界善言 你未来要修这个法 就更容易 那再来呢 你透过你的赞叹 他日刻千拜的功德 你也可以透过赞叹 得到跟他相应的 这个功德 所以得到相应的功德 不是说 有的人说 他赞叹我 我的功德分给他 那我就不点少了 不是这个意思 是个人修个人的因果 你赞叹了之后 你得到你的因果 他修他得到他的因果 这是一个 得到他人的功德 所以真正 有智慧的人 他修行特别的快 因为他会 随喜功德 再来呢 这个 通过随喜功德 可以忏悔这个 嫉妒的 这个 仗道 仗道的因缘 与人的障道 与法的障道 与人的这个障碍 与法的障道 应别人可以忏悔 可以得到 大的眷顺的果报 可以跟 一切法 结善缘 相对也是忏悔 过去跟一切法 结的恶缘 所以 随喜功德这个事情 这个是 不是信赖的人的习惯 但是我们要尽量 去培养 不要老是看人家的缺点 这个鸡蛋 鸡蛋也挑骨头 就像个德人 他跟仁波切说 某某人 他学了佛 但是脾气还这么大 但这个仁波切 他说的 很有智慧 很有善良 他说 这个人的脾气 要再好一点 那就更好 我们会从负面看 这个人学佛没有用 他就是脾气 脾气还这么大 这个大修行人会说 他脾气要是再好一点 那会更好 会更圆满 他还是随喜他 这种用功的功德 随喜功德 好 我们看到底下 看怎么修 心耳事项 仁义的部分 喜如来善 这是比较容易的 随喜佛头的功德 所有进法界 虚空界 十方三世一切 佛刹极为前述 诸佛如来 从出发性 为一切智 请修福句 不习生命 尽不可说 不可说 佛刹极为陈树 结 一一节中舍 不可说 不可说 佛刹极为陈树 头目手足 如是一切难行苦行 圆满种种波罗密门 争入种种菩萨之地 成就诸佛无上菩提 及波涅般分布设立 所有善根 我借随喜 好 随喜 这个诸佛的 他的修音跟正果 前面讲到修音 从出发心 从过去 他因地里发菩提心 为了成佛的一切智 这个地方所说的一切智 是佛的一切智 精情的积极种种 福德之良 在积极福德之良 过程当中 都是不惜生命的 就像底下说的 在无量的时间当中 然后在无量的空间当中 舍无量的头目脑水 那这个是一切难行苦行 就像法华经里面 佛说他说 他观三千大千世界 的这个每一片土地 乃是没有一片如戒子去 像这个戒子菜的种子 没有个这个土地 像戒子这么小的地方 不是 他过去行菩萨道 为了众生 而舍头目脑水的地方 等于说你像脚下踩的这个地方 可能有很多 很多尘埃 很多戒子去的地方 这些地方都是 曾经说是释迦摩尼佛 为了众生 无数次舍头目脑水的地方 那这个当然是大菩萨的境界 所以称为难行苦行 那经过这样难行苦行的 不断的积累福德之良之后 就终于能够圆满 这种波罗密门 这个所谓 这个圆满波罗密门 就是说 像这个华文经里面讲的 初地的菩萨 布施波罗密圆满 二地 十界圆满 乃至十地 十波罗密圆满 这个叫圆满波罗密门 那 这个 因此能够增入种种菩萨之地 因为圆满波罗密门 所以能够 次地的增入初地 乃至十地 这个从因到果 然后到最后成就果上的佛的无上菩提 那成佛 无上菩提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说法 度众生 等等 到最后 波涅槃 这个世界人入于涅槃 然后佛陀不舍任何众生 即使涅槃之后 仍然不舍众生 所以 散全身为舍利 佛陀为什么要留下舍利子 就是 让众生有继续归一 供养的这个境界 为世间人做福田 皈依的境界 所以这样全身散为 这个无量无贵的舍利子 那这一切一切的善根 从因到果 那么我们都有随喜 那这个佛的功德要随喜 那当然是最容易的 而且 根据这个清凉国师的这个 著述他说 随喜佛 是全实功德最深 就是说在所有的随喜功德当中 你能够随喜佛的功德 这个全 就是方便实现的功德 实 就是他清正 能够随喜佛的全实功德 那这个最殊胜 所以 我们在 诵经里面 这个读诵大圣经典里面 很多都会谈到 佛的功德 比如说 金刚经讲的 这个 读法无声的这个礼 这个就是佛的法身 那在华安经 或者法华经 一些大圣经典里面 讲到 佛阴底里面行六不罗密 难忍能忍的苦行 这个都是佛阴底所的修行 那这个都是我们应当 深深随喜 随学的目标 后面讲常随佛学 我们常随佛学 你要知道佛到底怎么样修行 有什么样的经历 要是都不知道 都没有阅读经论的话 那你当然不知道佛怎么修 怎么做 好 再来看到人儿的喜诸善趣 随喜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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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善趣的功德 几笔十方一切世界 六趣四生一切种类所有功德 乃至一成 我皆随喜 乃至一成就是说 这个凡夫众生 他的行善 通常都是少的 六趣 就六道 六道众生 他的善可能是少的 那么是少的 但是即使是少 如一股为神的善根 我们也随喜 你说世间的善人 他不失 他慈悲 我们随喜 然后你说三恶道 地狱恶格出生 你说随喜什么呢 好像 出生道 你看乌鸦 这个梵哺 知道老乌鸦老了 知道有抱这个梵哺之恩 那么羊 贵乳之恩 这个小羊 在喝母羊男的 都是跪下来喝 贵乳之恩 等等的 就出生道的 他有这样的这种善心 我们也随喜 那你说恶鬼道 甚至地狱道 他已经非常惨了 他也没有在修任何的善业了 你怎么随喜呢 还是可以随喜的 随喜他的信德不适 自信的功德不适 就像常波心菩萨一样 见一切人 灵力 我不敢轻易如等 如等皆当作佛 纵然是三恶道的众生 他自信本具的佛性的功德 与十方诸佛无二无别 我们还是一样随喜 看的是他的善根 这个部分 再说了 一切众生 在六道当中 都是不断的生生成成 投出投没 你怎么知道 这个时候的地狱道众生 恶鬼出生 他过一生 没有栽培过大善根 这个还是都会有的 好像佛弟子当中 最愚备 最愚笨的 周立盘陀切 你教他上聚气 然后再教下聚气的时候 上聚气就忘了 然后再教上聚气 下聚气又忘了 这么样的愚昧的人 他过一生是个大法师 这个奖金说法 辩才无外的大法师 只是因为奸贪 留一手 这个奸法 所以 晋升变愚痴的果报 所以 众生都是 这个心都是不决定的 有时候 迷 有时候悟 又到众生都是这样 不断不断 进进退退 所以他 在他的阿赖尔士里面 也都会栽培很多的善根 那不说这个 他的信德 自信的功德 也是一样 不曾有任何 这个染污的 增减的 那么所以 六道 还有四生 台卵四化 四生 所有的功德 乃是 小之一成 我接随喜 其实 这也是一个人 有福报跟没有福报的差别 有福报的人 他比较能够去随喜 他人的善业 随喜随学 没有福报的人 常常会 看人家的缺点 所以 当你发现你的心 透过学佛 修行之后 你心越来越激进 但越来越激进之后 你看到的是 你看人家的缺点 看得越清楚 你不要说 你不要决定的时候 我就是因为心很激进 看到人很清楚 你千万别这么想 你这个时候应该 都多去拜佛 代表说 这个时候 烦恼现前了 这个清静心 隐末 烦恼心现前的 要赶快转念 不要再去想众生 谈真实 货也苦 不要再想那些了 而 多去去正念 就算你不能去想众生的功德 最起码 将你的心拉回到三宝的进气 真正当你心 清静的时候 你看到的众生 往往都是看到 他的善的一面 你要心不静的时候 你看到众生 也是不静的一面 所以你看 为什么有的人 看到 看到最后 看到最后 他一直看众生的缺点 看到最后 整个世界都没有朋友了 就是因为 他不断的圆 有那烦恼境界 好 再看到人上的喜恶圣善 十方三是一切 身文及辟之佛 有学无学 所有功德 我皆随喜 那有学的身文 就是三国四国 那么 无学 就是阿罗汉 这个 有学 包括出国二国三国 出国二国三国了 出国二国三国 称为有学位 这个无学位 就是四国阿罗汉 或者批之佛 二生的功德 我们也随喜 虽然二圣的人 相对于菩萨来说 他的悲心不足 但是比起我们凡夫来说 他的悲心 是远远超过我们 为什么 因为他无我 他与无我相应的 所以 没有我的时候 自信本具的慈悲 就会流露出来 只是说 他没有那种 像菩萨一样 那种伟大的承担的心 虚空有尽 我愿无求 没有这样承担力 但是呢 他的那种悲心 透过自信的清净心 所流露出来的悲心 是远远超过我们 反复众生的 所以有的学人说 我就大圣 我看不起二圣的人 这个阿罗汉没什么 批斯坊没什么 你千万别这么想 这些二圣的人 也是很尊贵的 他们是世间的圣人 好 再看他 人是 喜菩萨善 一切菩萨 所求无量 能心苦 行 至求无上 正等的菩提 广大功德 火皆随喜 那这个菩萨功德 很多很多 那么我们都随喜 像环境里面讲的 就是菩萨 佛菩萨的功德 前面讲的 性节 性正 节的当中讲 实信 实住 实行 实活向 实地 等觉 这个修行 这个都是菩萨的 广大功德 我们皆随喜 那乃至凡复菩萨的功德 我们也随喜 就像我刚刚讲的 他这个人 发了菩提心了 他诵经 拜佛 持受念佛 我们都随喜 而且 这个随喜的功德 不可思议 像大品般若经里面说 大品般若经的随喜品里面说 你把这个 他的原文 他的原文 我们就不练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 这个 这个广大的海水当中 你把这个 一个毛端 一根毛 把它破成百分 其中一百分之一的一分毛 来沾这个海 沾这个大海的水 沾这个三天大千世界的海水 来算 到底有多少海水 你人 虽然要经过很久 但是你终究可以知道 他的树木 海水 有多少的树木 但是呢 能够随喜 送大品般若经的人 的这个福德 不可思议 不是说 送大品 不只是说 送大品般若经的人 是说你随喜 送大品般若经的人 福德不可思议 法华经 这个 随喜功德品 也这么说 一个人收拾法华经 第二个人随喜 第三个听说 有这样的事情 又随着随喜 斩斩随喜第一个人 第四个 斩斩随喜第一个人 斩斩第五十个人 随喜第一个人的功德 这第五十个人的功德 不可治不可量 唯佛能治 何况说 你今天看到有人在送法华经 内心深深随喜 就像你看 在杭州 很多老菩萨 虽然可能没什么文化 或者没什么 没什么 就是没什么 智慧 但是他能够送法华经 送华恩经 送涅槃经 送波尔经 我们要深深随喜 这了不起 他能够送这种大声的经典 你不要说他送 他也听不懂 不要这么想 你要深深的随喜 他有这样子的 有这样子的这种福德因缘 好 这是喜菩萨善 心善的总结 如是虚空借境 众生借境 众生业境 众生烦恼境 我此随喜无有穷境 念念相续无有间断 生于业无有彼焰 当然你说随喜 圣人的功德 这相对的容易 但是我们现在要练习的 不只是说 常常意念 常常随喜圣人的功德 使我们心保持清净心之外 再来呢 见一切同三道有 哪知一切众生 的一切的善 我们都要慢慢练习 随喜 随喜功德 我刚刚讲的 随喜的利益 是非常大的 尤其像我们 就像洪大师说 我本伯福人 我本伯德之人 我们伯福伯德之人 那有时候你精神 靠自己的力量来修 也有限 那怎么样能够迅速 积累广大资量呢 随喜 除了你个人的修行之外 再来多修随喜 好 不过随喜之后 你也不必要急着去赞叹人家 这个也要有智慧 比如说随喜之后 赞叹他一定是好 那不一定 有的人是可以赞叹的 有人是不能赞叹的 有人赞叹之后 他能够更加幽默精进 有人赞叹之后 他就忘了我是谁了 所以如果你赞叹他 你赞叹他 他能够更加精进 更加欢喜修缮 那你能赞叹 你赞叹他之后 他心飘飘了 然后失去正面了 你这个赞叹反而是坏事 你先心中随喜 至于适不适合赞叹 你要用智慧判断 比如说一个人修定 修得很好 很激进 你说梦文 这个看起来 唯一多好 多么激进 咦咦他 定义失去了 这个时候 没有坏事 好 再来看更六的是 勤转法轮 勤转法轮就是说 前面随喜之后 透过忏悔业障 透过随喜功德之后 我们心清净 心清净之后 破障之后 记得看画面 清砖法轮 请佛注释 清砖法轮 请佛注释 常随佛学 这一切切的生善 就能够有个很好的基础 所以在前面破二之后 记得就叫生善 清砖法轮 那同时 清砖法轮也是 也可以说 是畅合的 一个知 为什么呢 它是畅合我们过去 漫法的 罪障 漫法就是说 有的人觉得说 这个我学佛 我不用读那么多经典 我只要读一两户经 我就懂了 就可以了 或者有的人说 我修精读法门的 我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好了 其他经典我都不想学了 这是漫法的罪业 那么甚至是棒法 这个大圣毁棒小圣 那么小圣毁棒大圣 这个棒法的障碍 慢法 棒法的这个障碍 的颤除 清砖法轮 那同时 这个清砖法轮的话 当然你请 请转法轮 请善知识转法轮 当然你自然会去 自然会去听法 那这个时候 也能够破除众生 焦慢的心 一般人总觉得说 我自己看书 我自己听录音 我就能懂了 我不需要人家教我 因为现在 尤其现在讯息这么发达 那觉得说 那就够了 我自己看 就理解就够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像古人说 火慢山高 法水不入 你这个永远没有办法 见到波罗 不要说见到 梦都梦不到 你看古代的人 这个赵州八十 游行脚 那个 这个古代很 古德啊 或者像这位老人 到处参学 就是说 古代的人 心中只要有一四一号的疑虑 就会到处参访 善知识 然后求善知识 为他 这个破灭起雾 那么先诞的人 因为讯息很发达 说好也是好 说不好就是不好 信息很发达 所以呢 我觉得我再加 自己看看书 听听读音 也就可以了 不需要 请善知识 专法人 所以 为什么像现在的 现在这个时代 这个说法的人越来越少 那是因为需要 需要说法的法师的人 也是越来越少 因为众生不需要嘛 当然 当然相对的 这个感应不到 有人为他说法 所以 要破除这种障碍的话 就是请转法轮 好 看到底下的文 复赐善男子 愿情转法轮者 所有进法界 虚空界 十方 三世一切 佛刹 极为尘中 依各有 不可说 不可说 佛刹 极为尘数 广大佛刹 依差中 念念有 不可说 不可说 佛刹 极为尘数 一切诸佛 成等正觉 一切菩萨 还会围绕 这个是所请的境界 请过去 现在 未来 三世 还有十方 一切诸佛 然后来 转法轮 所以呢 就像前面讲的 这个请转法轮 不只请 外在的佛 转法轮 也请未来佛 也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心中 的这个 我们心中的 这个未来佛 能够转法轮 也就是说 心中 要常常 如理作意 心中常常 如理作意 让我们这个 心中的佛 能够转法轮 好 那么未来 这个是自身 那就外在来说 所有的善知识 都是未来佛 我们要请 善知识 来说法 一些菩萨 也是未来佛 请菩萨说法 乃至 请十方 不可说 不可说的 无量无边的佛刹的 诸佛 来说法 好 那 这是 这是所请的境界 看到人儿的证明 请法 怎么样请法呢 而我 稀以 生与异业 种种方便 应勤劝勤 转妙法轮 以身口意的方便 来勤传法轮 好 就是 包括 生业的礼拜 口业的这个 劝勤 异业的恭敬心 好 那个 来 来转 来转这个法轮 我们看到那个 经典里面记载 古代印度 古代印度不要说是老百姓 皇帝 那个 那个 那个帝王 他请那个大德 转法轮的时候 他把他 比如说 把他这个 这个 宝衣 穿的 这个 这个宝衣 脱下来 扑到地上 请那个大德 走过去 或者是 这个像 这个 这个 世尊 因地 请菩萨道的时候 这个 把这个 头发 披在地上 然后请大德 请那个 佛 走过去 就地面脏嘛 铺宝衣 或批法 然后请佛走过去 请佛 升座 说法 甚至呢 有那古代的皇帝 印度 还有汉帝也有 古代皇帝 身体 趴在地上 然后请那个大德 从他身上踩过去 他的宝座上 来说法 这个对现在人来说 简直像天方夜谭一样 现在的 现在都是 请你们来听经 告诉你 基点 我要说法 那么请大家一定要来听 当然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的德恨不足 但是一方面也是现在的人 因为讯息太多了 相对也就是 不是那么 殷重 所以我们要殷勤劝勤 勤劝善之士 来 为我们 说法 来转这个 转这个妙法论 好 那在这个地方有人会问说 佛菩萨 善之士 都是慈悲的 为什么还要 你殷勤劝勤呢 感觉好像 很高调 很骄傲的样子 其实不是的 佛菩萨 想为众生说法的心 和善之士 想为众生说法的心 事实上远远超过 众生想求法的心 因为佛菩萨 都是大慈大悲 他希望众生 能够离苦得乐的心 远远比我们 还要殷切得多 我们往往是无所谓 过年 休息个几天 过年 修行 休息放假天 休息个几天 无所谓 但佛菩萨的心态 不是的 他们 周六是不断观察 众生的善根 希望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 他很悲心无尽 他远远的 他比我们 更加远远的 希望我们得到解脱 那为什么还要劝勤呢 因为 透过劝勤 才有办法 升起这个 勤法人的 恭敬的心 这个时候 你再问他说法 那才有办法 得到离 如果路边找个人 找个人来 好像基督教 路边拉个人来 乖来 我跟你讲法 你怎么怎么怎么的 那他不但不能够 升起恭敬的心 甚至可能会产生 慢法 棒法的罪业 对他来说 那是不好的 他本来还没有 慢法 棒法 因为你这么随便 他慢法 棒法 那反而不好 所以 虽然佛菩萨 善知识都很慈悲 但是还是要有人劝勤 而且是 阴重的 阴情的劝勤 才有 为众生 这个 这个 为众生说法 当然 他会创造因缘 他在说法之前 会跟众生结善缘 种种善缘 创造因缘 让 围住众生 围住众生不请友 众生不需要 不需要众生请 他就能够到众生的身边 做他的父亲 做他的母亲 做他的孩子 陪着他 广结善缘 等等的 然后 当众生的善缘 具足了 然后 对佛菩萨的信心 具足了 这个时候 众生会劝请 然后才为他 正式的说法 就像 释迦摩尼佛 乃至十方诸佛 出世 四千八相成道 都是一样 都必须要有 第四天跟大凡天王 劝请 一次 两次 三次的劝请 才会为众生说法 因为为什么 因为就是要生起 众生 恭敬尊重的心 这样众生才能够得到利益 所以 清专否认 不是说 善之士 佛菩萨 很高高在上 不是的 他们是很慈悲的 所以要这么 清专法轮 这也是慈悲的 一种表现的方式 在这个 清专法轮 这个法当中 怎么样以这个 谱形 恨念力 配合的修呢 就是 你在 清专法轮的时候 你心中同时了知 佛所说的 佛所说法的 这个声音 每个声音 每个字句 每个声音 无非法界 就是这个经典里面说 这个 一切音声 无非法界 就是说 声音好像只有 这个 它的存在的时间 存在的空间 但这是表象 但事实上 这个表象 的这个体 就是片满法界的自信 就是说 今天说法的声音 它从哪边 创造出来的呢 从我们的自信 所显现出来的 一个影像 而这个自信 是片满整个法界 所以呢 这个声音的体 片满整个法界 音声片满法界 那就像梦境一样 梦境里面的声音 它的体是全体的梦心 是片满整个虚空的 那 以这样的这个智慧 这个礼观 然后再来请法 那这个时候 跟这个诸佛菩萨 所说的法 能够更加的感应 感应道交 因为佛菩萨 所说的就是 实上的正理 你今天入于实上观 再听佛菩萨 讲实上的理 如心应心 好 这个两个相应 那这个时候 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 这个就是以 普遍恨念力 来文法 但最起码 我们就是要 潜神恭敬的心 要希求的心 观想自己像病人 善知识相 善巧的医生 他所说的法常药 等等的 来应勤劝情 好 看青山总结 如是虚空借尽 众生借尽 众生一夜 众生烦恼尽 我常劝请 一切诸佛 转正法轮 无有从尽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虽余一夜 无有疲 好 那 青专法轮 当然就是说 我们要常常请 外在的善知识 诸佛菩萨 转法轮 这是 这个是 对外的来说 对内来说呢 我们刚才讲 自信佛 我们自信佛 我们要常常请 我们自信佛 转法轮 那怎么样呢 就是说 信中常常保持 如理作业 常常保持正念 你心中保持正 常常提醒 自己的自信 保持正念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 劝请我们 自信佛 转法轮 所以这个 这个常常劝请 这个是我们做到的 就是说 纵然眼前没有 请善知识说 没有请善知识说 法的这个因缘 你常常保持正念 这个就是在 青专法轮 接着看到 庚基的 请佛注释 请佛 常常的 这个 助于这个事件 那 为什么要 请佛注释呢 它是 自信跟 请转法轮 是相 相结合的 因为 我们希望 善知识 佛菩萨 能够恒常的 来为我们说法 那我们要 常常 请转法轮的话 当然善知识 要常常注释 所以 请佛注释的目的 就是希望 我们能够 常常的 千转法轮 这两个是 互相呼应的 看到这个文 父是善男子 言请佛注释者 所有 进法界 虚空界 十方 三世一切 卓刹 集合成数 诸佛如来 将于事先 波涅槃者 其诸菩萨 声闻 圆觉 有学无学 乃至一切 诸善知识 我去 劝请 莫入涅槃 尽于一节 佛刹 皆为神处 皆为于利勒 一切众生 这个地方就是说 十方 还有三世 归于现在 未来 一切 一切佛 一切无量 我变成诸佛 将于事先 波涅槃 或者一切 菩萨 身为远远接 有学无学 乃至所有的 一些善知识 我们都要劝请 他们 末入涅槃 就像 佛陀 在佛经里面 记载 佛陀在 还没有决定 入涅槃的时候 他就很 善巧的 希望阿难尊者 来劝请他 继续出事 但是呢 阿难尊者 那个时候 被魔王所迷惑 心不自在 所以不了解 佛陀的意思 甚至佛陀跟他说 佛陀跟他说 证得四神族的人 可以注视一节 这暗示他说 我已经证得四神族 我可以注视一节 你当劝请我 注视 阿难被魔王迷住了 就没有证实 后来佛陀接了又说 我已经证得四神族了 那这个时候 阿难尊者 还是被魔 从这个迷住了 佛陀看 这问题其实不在 阿难尊者 而是这个众生的 共业 众生 这个所谓 度者皆以度尽 其位度者皆以 皆以做得度因缘 这个度众生 这一批众生 得度因缘都已经成熟了 那么该结束了 所以 这个时候的魔王在 出现 他劝释迦摩尼国说 你老人家度众生八十多年了 辛苦了 该休息了 该入灭了 那 世尊 就 就水正众生 那么就 宣布实现入灭 所以 这个 尤其是有一些 有正量的善知识 我们要常常劝醒他 注释 转法轮 就像以前 我师父 他劝请广性老和尚 注释的 例子是一样的 我师父 他说广性老和尚 有三次 事先入灭 前面两次的时候 我师父都 都领了大众去 劝请老和尚 你老人家慈悲 要注释 那那个时候 老和尚都 事先病相 病得很严重的样子 老和尚谦虚说 哎呀不行啊 就射壳子 射壳子不好用啊 要早点走了 我师父老人家 他很善巧 他说 这个 我们大家 请老人家注释 我们就打佛气 希望老人家欢喜 然后我们 看到大家用功 老人家欢喜 老人家能够继续注释 结果一打佛气的时候 老和尚就 就是没病 就下刀走来走去 看看他打佛气 这个 有正量的 他都视线 现实自在 然后第三次的时候 老和尚视线病相 我师父他说 他那时候 刚从美国回来 身体有点疲累啊 他想过两天啊 身体 稍微恢复一点 再去那个 城堂禅寺 跟那个老和尚 请他注释 他没想到 过两天 老和尚入面了 没有这个因缘 很可惜 他实际上 这个也是 也是众生的 这个符合因缘 尽了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 这种种种的 这种视线 所以呢 对于一切这个 善知识 我们要请他 这个 注意事件 好 那一切善知识 就是包括 这个 一切凡复的善知识 当然 所谓善知识 有他的这个定义 就像涅槃记里面 所说的 如法而说 如法而行 他能够如法而说 他讲的话 是有经论的根据 有佛菩萨祖师 传承 教授的根据 而不是说 他今天打坐的时候 突然想到个道理 或他个人 觉得什么样的主张 这些都参考参考 也不要太 太太太太当真 一定要 经论的依据 传承主持的 教授的依据 然后呢 如法而行 他所说 如所行 他所说 跟他所行 不要差距太大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真正的善知识 当然广论里面讲到 善知识的标准有十种 有资历的功德 历太太功德 很多很多 但末法时代 没有办法遇到这么大的 这么样殊胜的善知识 或者就说 遇到 你也没有福报见到 你也没有福报认出来 怎么办呢 至少 他有居住 悲敏为体 他的心是慈悲的 不是为民为利的 悲敏为体 还有持戒 这是基本的 乃至更进一步的 他能够居住定会 基础定会的力量 那更好 能够遇到这样的善知识的话 那就是要好好地珍惜 那这个善知识 那另外有的人会觉得说 为什么要善知识 我直接看经典 我直接请佛注释就好了 那我在这个冥冥当中 求佛力加持 佛的注释 加持我就好了 干嘛一定要还得需要 这种凡复的善知识呢 实际上还是有需要的 凡复的善知识就像一把钥匙 这把钥匙能够帮你打开 这个宝库的一把钥匙 你如果没有这个钥匙 你看到宝库 你也进不去 所以善知识的功德 就是衔接凡复的心 跟佛佛萨的心 所以善知识是非常有需要的 好 那这个就是 这个请佛注释 这个佛包括 过去现在未来 那个一切的佛 所以就包括一切的善知识 当然也包括我们自身 我们自信佛 也要注释 常常念佛 常常提起正面 那我们自信佛 就能够注意心中 这个就请佛注释 那总结 如是虚空借静 众生借静 众生借静 众生烦恼静 我只劝请 无有从静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胜于一夜 无有闭夜 就说有因缘 就请善知识注释 那么如果没有 请善知识注释的因缘 就心中恒常的 这个念佛 念法 念身 保持清静心 那保持清静心 那这样子也是 请佛注释 当然 这是就理上来说了 你如果说 能够遇到善知识 那就是要 请善知识 请专法轮 请佛注释 常随佛学 就修这三个法 那么如果你现在 没有遇到相应的善知识 就要不断地回向 能够遇到善知识 这个作为我们的 作为我们的这个 这个引导 希望善知识能够出现 我们才能够 请专法轮 请佛注释 常随佛学 我们这个修行 才会有个一平 一个引导的方向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好 那我们今天晚上 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向下文长 不再来日 回向 好 好 好